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天氣很好 很漂亮 跟大家來到New West 在Town Center附近兜下 看看河畔的風景 還有會跟大家分享二手樓盤 地段會在New West的Kind of市中心 正正在Skytrain上蓋 之前很多次跟大家分享樓盤 都說有Skytrain配套 通常是隔壁或走兩步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是在Skytrain站樓上蓋的建築 樓盤是2009年 地址是888 Carnarvon 在這裏後兩條街 稍後我們去到前面便會看到 逛差不多五分鐘都不用 到來就來到New West的河畔 K-side Market 可以吃東西 剛才經過這邊一路過來 都有食店、超級市場、餐館、咖啡店 然後來到這邊 旁邊就有河景 前面呢 其實很久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一條片 是Porsai by Anthem的Townhouse Project 有跟大家說過 有一個Ferry 可以由Queensboro Landing 來到New West的 都未跟大家分享過Ferry的站 其實就在前面 順便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邊大家看到這架 比較古色古香的船 其實是一個海市博物館 你買一票就可以通過這個機制來參觀 它有它的時間 今天好像來得不太適合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參觀博物館 為甚麼會有一個博物館在這裏呢 其實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以前New Westminster 這個地址曾經都是BC省首府 之前BC和Vancouver Island是分開的 現在合起來就選了Victoria 做BC省首府 變成有很多歷史遺跡可以見到 以前也是一個很重點的區域 有些船隻和貨船停泊 所以這個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旁邊這一個Ferry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個Ferry schedule 這架小船其實是過去Porsai那邊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有幾棟樓 最右邊最側邊的這個建築 就是888 Carnarvon Street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二手樓盤 我們的單位是21樓 都是比較中高層以上的單位 我們現在就會過去看看 剛才最下面那裡是Riverside 你一直向上斜地走上來 我前面這條是Carnarvon Street 剛才經過有個食家之類的餐廳 這邊的橫街都有很多配套 例如吃東西 飲食 買東西 所以住在這附近都是那一句 可以不用開車 已經可以下街解決了很多生活所需 這裡有Pizza Garden 其實這邊進去已經是New West的站了 Skytrain站裡面也有一個Pizza 88 也有一個很大的超級市場 還有其他飲食的配套 這裡就是888 Carnarvon Street 入車的位置 大家如果在開車出入就會走這裡 然後前面就是Building Entrance 這裡其實是有Concierge 前面也有Concierge的資訊 基本上也是日常 早上8點到下午5點的時間 也有剛才後面的Mailbox Area 也有這些快幣 即是送的那些小箱 可以放在Canada Post的Locker 進來這裡的話 就是兩部升降機 整個Unit 也會跟大家去看看 Parking 也有一個Storage Parking 寫著P6 其實真的是6樓 然後再上去真正的住宅 是差不多9樓開始的 我們現在是P6 如果要去自己的Parking 就走這邊 走兩步其實就到了 P6就不是真的在 Ground Under Basement 下面的P6 其實大家看到外面 全部都是通透的 是有自然風可以吹進來的 Parking 的話 就會在前面這個位置 是一個靠牆 比較闊身的位置 因為始終是2009年 當時的建築 當時的房子就沒有 現在新樓 做到每一個Parking 都很小 我暫時就拍了在這個位置 我這輛是Model Y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兩邊還有很多個位置 後面唯一要注意的是 它有一個好像Fan 大家不要拍得那麼深入就可以了 但長度也是足夠的 這邊的通道就是 剛才我去Parking的位置 這裡有兩台升降機 可以上去Unit 21樓 如果大家要去Sky Train 站 或者要去Mall的話 這裡有一個門可以直接出去 以及進來的 這裡推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出來看到 這邊已經是Sky Train 站 那一層的Platform Level 大家可以在這裏 即Dubai Tung 進去就可以過去了 Sky Train 這個Sky Train 因為它是造正在建築的下方 而且附近都有很多建築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是所有鋪鋪鋪鋅板 還有New West 這個Dubai Tung 這個Sky Train 站 周圍都有很多設施 剛才包括我們下方的那邊看了 對面都有Findal 做鞋子 买泡泡茶 吃碗面 有些食物 全部都有 我记得是在下面那一层 现在看不到 就是那个超市 应该是Safeway Safeway我怕我说错了 Safeway Safeway 这个下面整个是Safeway 所以大家可以拖拖 搞定你买东西 我们现在就回到那道门 回到那个设计里面 跟大家看看楼上 我现在就来到设计里面 今天跟大家分享 刚才说了 是一个888Carnavan Street 上面21楼的单位 两房两个洗手间 再加一个钉 2009年起好 但大家看到 其实屋主做了不少的改善 长生巨传媒有过 比较modern的色 地板也换过 厨房的砖和洗手间的砖也铺过 有些电器例如雪柜也改善过 可能跟大家看看 现在我就是一个U-shape的厨房位 它的颜色是比较暗 比较適合地板 洗手盆是两边 即是 side by side 两个 在这个位置准备送菜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前面 Facial River的景观 这个方向整个U-shape 是向东南方 只有再靠那边 有些遮挡 Bosa的建筑在前面 但这些位置看出去就很开 河的对面 其实已经是Suri 这边是Counter Space 材料是Quartz 下面的小碗碟机 就放在洗手盆旁边 感觉上已经清潔得很干净 然后洗手盆下面 也有空放东西 然后有些串角的柜 台面一直延伸来这里 它煮食的炉头是整个烤盘 用电不是用油 烤炉里面也开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微波炉 升级过的 看起来很新 上面也有个风管 就是微波炉的通风 这边全部都是充满空 虽然它是09年做出来的东西 是原本没有升级过 但整体的感觉 摸上去也是比较干净 雪柜是Fish Air & Pequel 下面是冰柜的 厨房的前面 大家如果喜欢在海岸吃饭 就可以在这里放巴凳 如果不是 这边也有一个dining space 但这个dining space 相较而言就不是很阔 可能大家要考虑一下 放圆桌或者窄桌 这里出去的话 就会是刚才我进来的露台位 它也挺阔的 有少少扇形角度 足够你的地方 放四人桌加上烧烤炉 我们现在看出去的话 景观是向东南方 我们在看什么呢 下面就是Skytrain 加上Plaza 88的摩 大家看到刚才 这里真的是Skytrain 经过的地方 其实它全部都放在隔音板 所以声量一定会有 但不会完全散了 前面也有火车轨 我们刚刚经过了这条桥 去到Key的码头边 现在就有火车走过了 其实大家可以听一下 因为火车经过这里的声音 其实是很小的 它不会是空冲过去 始终是单摊 可能会有意外有人 所以其实很缓慢 你看到它 但不会很大的声音 前面再过去就是River Market 下面可以买东西 又可以吃东西 或者买菜 那边就是码头 前面是酒店 这两栋是新的Bosa 我这里看出去也看得很远 后面的位置其实就是 Portman那条桥最远 这边就是Surry的城市 所以你看到这边 差不多是向东边的景观 然后前面这边也有树 和独立屋多 那里零零四十二一栋 其实是Delta 在这边也看过去 就是比较西边的景观 那边就是Alex Fraser的桥 是关于Hurburnaby的头和Delta 都看到很远的景观 现在和大家进去 看一看那个厅 这个设计的时候 当时的设计师是比较着重 希望这个设计 在两房之余 尽量可以maximize 他看到的景观 所以大家会看到 它这里有个好像线形的设计 再加上一部墙 就会令它有很多风景 一个很大的方向 有些朋友可能会推荐 我喜欢这四平八方的积 但其实这一只积 在当时都可以受欢迎 因为你看到这边 差不多是向着西边 那边就是东 这样的景观 那客厅的位置 电视你可以放在这些位置 或者是后面 那那个Positioning 真的看你想怎样的了 因为真的看景多 还是看电视 我不知道该怎样放 电视不是在这里 但是如果电视 这边就看不到 你看到电视键 我觉得呢 那不是电视键 那是网线键 我觉得电视是放在这里的 电视是这个 这个键 哦 是吗 我给它放在这里 因为这个电视 你怎样阻碍都不会阻碍到整个表面 不是 这里这么窄 你怎样放电视 就会掉下来的 电视 你会放在櫃子 那当然放在櫃子 我觉得就应该在这里 放在櫃子 然后放在电视 然后呢 你这边呢 坐在这里的梳化 譬如这样坐 L-shaped的梳化 你可以欣赏到 其实很厉害的 我的风景 我从这个位置坐在这里 就看到最远Portman那条桥 如果我在这个入口位 就看到Alex Fraser那条桥 挺夸张的 Anyway 说完了这里 我们去看看房间 刚才厨房 我们看了这里 这里有一条走廊 进来两间房 两间房都看到何景 这个是第二层房 它是比较长的 这里有一个角度割出去 割出去的原因 也希望不要被旁边的洞遮 你看出去 虽然有楼顶一顶 但仍然看到很开放的何景 这个是第二层房 它的衣柜 就是这样的 堂门 它就有些金属架 在这里给你挂东西 它这间的 unit 取暖是Baseboard的 每一间房 或者你见到每个Baseboard的机 都会有一个控制 就可以调整个温度 每一间房都可以分开 这些是上电费的 这间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是两边窗 是小小的角度 看出去的景观 可能比旁边遮瑕 也看到河景 这一边是纯河景 看出去就没有遮挡 然后这边就是两边的推门衣柜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主人房的 它是五层房 座室 有一个浴缸 这个浴缸 其实是连接着浴缸 都是纤维 纤维 上面这个就是座 发炸头 但是有需要去换 然后这边就是两个Sink 下面都有储物空间 好 看完两间房间之后 还有洗手间和钉 还没看的 好 走一条走廊 它把两个房间分开 在这一边 然后向这一边走 就会有钉 这个钉不是窗 但它做了玻璃门 不是玻璃门 是一块码 这一块是钉的设计 好 看完钉之后 我们再看洗手间 洗手间的格格 基本上和刚才是差不多的 不过由浴缸 就变成了房间 都有正常的毛巾位 有住民空间 再出来这一边 就是一个比较 座室的入门口位 其实你这边可以 再放一些柜 有需要的话 这两个柜 就是 进入窗户 还有这边是 空间空间 这一款是2009年 那时候 原本的空间空间 没换过 有需要的朋友 其实都够空间 这边换过大尺寸也没问题 这个位置也很够 出门口入门口 这个就是进入门口 我们的单位是2101 我们的单位是2101 888 Carnarvon Street 我们是属于New Westminster的 Downtown area 挂牌了不久 大家看到现在挂牌 是729,000 2009年建立12年楼零 2020年地税是2,930元 两房两个洗手间 看到景观是Fraser River 有一个住宅 还有一个住宅 然后单位的总面 刚才没有说到 是1,151尺 是比较大的两房 管理费的话 就是528.14 它有包含Hot Water 电就不包含 因为这边电通常 给自己电费 它有concierge 也会包括管理费 包括垃圾费、排污费等等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或者打给Raymond 对着Showing都可以了 希望这段影片的分享 大家喜欢 Bye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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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